2012年6月的一場大雨 好茶部落公墓因暴雨而流失 在全村居民的陳情下 物台相公所编了100多萬的經費 在部落騎勞選定的地點 新建了好茶部落公墓紀念公園 但由於工程地點位於原住民保留地 與林務局管轄的林班地交界 遭林務局要求停工 待土地建介完成才可以動工 原先預例在4月底會完工 那日前林務局的林務局單位 有反映說那個失座的地點 可能在林班地跟原住民保留地的交界之處 那林務局的單位是建議我們先行停工 那我們也採納他們的意見 那等到建介沒有問題以後 我們再來辦理復工 林務局要求停工 改變了紀念公園 原本在4月底完工的日期 近日封面所帶來的降雨 沖毀了通往好茶的便道 無疑是雪上加霜 如今汛期將近 完工日期勢必拖延 好茶族人只能無奈接受 將近200處的祖墳被沖走 所以為什麼要去做紀念碑 這最要的意義是希望透過做紀念碑 讓租人有地方可以追到 追思自己的家人在每逢的一個掃墓節的時候 要處理這些晚上的村民都要往平地買那些 那個納古塔的卡位 那現在我們好茶部落 所以村民非常對這個公墓的問題是很非常需要 希望政府對好茶這個滅村的這個問題 甚至於這個嚴重的這個公墓的問題 來能夠幫我們解決 居民希望興建紀念公園 來提供居民平吊遭沖毀流失的祖先 公墓遭沖毀時 好茶居民曾全村動員沿著河谷 找尋遭河水沖毀的祖先遺骸 原本的公墓沒了 但好茶部落未來的安葬問題也仍未獲得解決 族人需要花更多的錢在平地買塔為安葬 何時能盼到屬於部落自己的公墓 仍是遙遙無奇 記者歌手屏東馬家採訪報導 好茶